寇思杂感 富有西游记传奇 我想和演艺来比较一下 所以很接用 但第二本极缺少 第四本便耀然了 至于语思 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起 后来都从世上的书铺里补得 唯有126和143终于买不到 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 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 我以为两者都有 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 还是上海广州呢 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 至于没收的缘故 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 有这样几件事 是莽员也被扣留过一期 不过这还可以说 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 那时只要一个俄字 已够惊心动魄 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 但唯从吴的君山也被扣留 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 而且也说不到白 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 是轻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 李锦鸣先生早有来信 说送我烈火集 一本是托书局寄的 怕他们忘记 自己又寄了一本 但至今已将半年 一本也没有到 我想十支酒都被没收了 因为火色既赤而旷又烈乎 当然通不过的 语司1327寄到我这里的时候 是出版后约六星期 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 到扣留 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 打开看时 里面是果果人的创世纪 吴提 寂墨扎记 萨元岁 苏曼书及其友人 都不像会犯见 我便看来寒赵灯 是讲情死情杀的 不要紧 木下还不管这些事 只有闲话时宜了 这一期特别少 共之两条 一是讲日本的 大约也还不至于犯见 一是说来信 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 于是此刻不想登 莫非因为这一条吗 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 莫名其妙 然而何以扣留又放行了呢 也莫名其妙 这莫名其妙的根源 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 首先就检查邮电 这检查的人员 有的是团长或区长 关于论文诗歌之类 我觉得我们不必要和他多谈 但即使是读书人 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 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 直接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 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 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 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 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 画一个工人 手捏铁铲或贺嘴敲 文中有革命革命 打倒打倒者 一帆风顺算是好的 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 拿骑骑在马上 里面严办严办 这才数极免于最厉 至于什么讽刺 幽默 反语 闲谈等类 实在还是隔不相入 从隔不相入 而成为视之猛然 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 谁也莫名其妙 还有一层 是中日检查刊物 不久就会头昏眼花 于是讨厌 于是生气 于是觉得看物大抵可恶 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 而非言半不可 我记得书籍不切编 我也是坐勇者之一 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 竟说的要毛边装定的人 又如此可恶 不觉满肚子冤屈 但仔细一想 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 那么要他老是财内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 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 正是毫不足怪的事 检查员也同此地 久而久之就要发火 开出或者看的详细点 但后来总不免猎火急也可怕 军山也可疑 只剩下了一条最稳当的路 扣流 两个月前吧 看见报上记者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 无处存放了 一律焚毁 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 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 呼呼哀哉 我的烈火急呀 我的西游记传奇呀 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老嫂 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 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 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 一是首页的书名和住者的题字 打破对称式 二是每天的第一行之前 留下几行空白 三就是毛边 现在的结果 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猪台式的了 第二件 有时无论怎样叮嘱 而临印的时候 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使你无可挽救 第三件 被攻击最早 不久 我便有条件的降服了 与李老板曰 别的不管 只是我的义注 必须坚持毛边到底 但是今境如何 老板送给我的五步或十步 至今还确实毛边 不过在书铺里 我却发现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 归根结底 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 所以说 我想改革社会 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 那是完全冤枉的 我早已温头温脑 躺在床板上吸烟卷 彩凤派了 言归正传 看屋的暂时要碰钉子了 但不但遇到检察员 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 也还是一样 嫌疑说过 革命地方的文字 是要直接痛快 革命 革命的 这才是革命文学 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 登在一篇文章 后有作者的傅白 说 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 对不起读者 对不起 对不起 但自从清党以后 这直接痛快以外 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 命自然还是要革力 然而又不宜太革 太革便进于过激 过激便进于共产党 变了反革命了 所以 现在的革命文学 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 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 便是 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 如何保持它的纯正正宗 这 势必至于 必须防止进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 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律的思想和文字 例如攻击礼教和白化 极有趣于赤化之忧 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 而白化则是于新青年 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化的消息 我逆料 与思必将有几句感慨 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 戏剧白化黑化 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 讲讲女人 怎样呢 也不行 这是不革命 不革命虽然无罪 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 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 点通不过 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接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 其实大半也还是是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 而此时刀尖的挥洞还是横七竖八 方向有个一定之后 或许可以好些吧 然而也不过是好些 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 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现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玉达夫先生 说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 是不怀好意 恭维汉口 我就去买洪水来看 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 亦和现代潮流不和 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 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顿锐 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 所以与此的莫名其妙的失踪 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名其妙 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数次 至于1457以后 这里是全都收到的 大约围在上海者被押 假如真的被押 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 言半言半 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 未免有些责任 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 在中国 凡是猛人 都有这种的运名 无论是何等样人 一成为猛人 则不问其猛之大小 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 围得水泄不透 那结果 在内 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 又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 是使别人所看见的 并非该猛人的本相 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 而显现的唤醒 至于换的怎样 则当是包围者 是三棱镜呢 还是突面或凹面而已 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 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 便可以看见 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 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 有怎样的不同 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 谬望 骄自 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 殊不知 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猛人所看见的他 是娇嫩 老实 非常可爱 简直说话会口吃 谈天要脸红 老实说一句吧 虽是世故的老人 如不拧着 也觉得 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 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 而晦气的人物啊 刊物啊 植物啊 矿物啊 则于是乎造灾 但猛人大帝是不知道的 凡知道一点北京掌顾的 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吧 要看日报 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 给他看 民意全都拥戴 舆论一致赞成 直至带到蔡松波云南起义 这才哀呀一声 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 但这一出戏 也就闭目 袁公的龙玉上边于天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一岛的大树 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心论 先述包围之方法 次论中国之所以永世走老路 原因即在包围 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 而包围者永世这一伙 此更论猛人躺能脱离包围 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且末世包围脱离法 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感动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 性物以我为揽于丑化 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 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 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 但反复一想都无用 一 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 不要先倾倒 然而 虽不倾倒 大家一遇猛人 大地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 再也看不出真模样 而是广皆各样的人物 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 然而久而久之 也终于有一群至胜 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 则最强大 归根结地 也还是古以有之的殞灭 龙玉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 但雨思今年特别碰钉 英子于南方 仿佛得了心境欲 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 是这里常见的标语 但由我看来 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 在后方的一大部分人们的心里 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 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 自己又是革命家 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 则对于一切 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看物虽小事 自然也在看管之列 有近于赤化之律者 无论已 而要说不吉利语 即可以说是 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 至少也很令人不欢 而与司是没有不肯凑去的坏脾气的 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 盖由其小烟者儿 9月15日 本片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22日 与司周刊 第154期 感谢观看